诗篇150篇第六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华 你们要赞美耶华华 所以为什么以色的人 除了一本圣经之外 不断会有先知 但是他们顺住旧约格 但是他们一直在杀戎的时代的先知 包括主耶稣 因为他们对神的话 有密集细致的改变 但那不是来自自己的 而是来自传统的 所以神把一个真正受高者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 因为如果真的有信仰的时候 主耶稣说 你们不断看圣经 以为里面有永生 但是你知不知道里面所写的就是我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你真的有信仰的话 你认得圣经的也认得我 但是你不是真的有信仰 你凭传统的话 你认得圣经因为别人叫你 但是你不会认得受公正 这个就是我见到很多我身边的人 就算刹律家也犯过这些问题 我的身边的朋友 犯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密集细致的 改变对我的态度 包括我的亲戚 我同学当然 我一生都没有一个人 是真正用对的态度对我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个真的信仰 他们的信仰是来自我的 因为我就好像传统一样 但是我的传统就是当然 好像法律座人那些 有他的传统说服他们 他们是珍惜神的华 但是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 让他珍惜主耶稣 你们也是 你们不是因为传统 你们因为有个日华 把神的华解读出神入化 你们简直理智上 这次错失这些 就是死定了 你的理智告诉你 你一定会错失天堂 因为日华的说服力太厉害 而且太真了 对不对 对了 没错了 所以你们对圣经 对你们来说 不是真的你们信仰的寻找 你们没有作出一个真正 你们属于信仰的寻找 好像日华真正对信仰的寻找那种 那你们怎样得到你的祝福呢 所以神在你身边 放了一个受高者 就是我 除了你们因为我而尊重圣经之外 其实你们亲眼看见 我的身份是变成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我的身份 说真的 事实上我早年 就算我知道的 尽管都不让你们知道 因为我觉得太夸张了 就是说到我的身份 当然没想到现在这么恐怖 对了 所以你们都一样遇到 好像法力错人那种 就是有一个人推向你 说服你的信仰 但是相对 你有没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 因为寻找而得的信仰 如果有一个属于 你们自己寻找而得的信仰 你看到神的同在 你会不断的密集而细致的改变 这个才是真正你们的灵修 而这个灵修 便会导致你的恩高提升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这群人当中 基本上我们的全职当中 尤其是老一辈当中 其实你们深知肚明一样 就是你亲眼看着西面崛起 但是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对比身边同辈的人 对日华的态度有密集 并且细致的改变 你会发现有些事情 你真的追不到他 他真的崛起得很快 是不是 见不见 那就是他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就是 当你见到神的话 你会有自然反应 而不是别人说服你 不是别人说到你无法爭 就算我多年中 都会遇到我这对一 他一定要我爭辱 他才会肯信我 明白 他们得的祝福会少 有些甚至因为这样跌倒 他直接一定要我 明明我说错 明明我是他的师父 但他一定都喜欢跟我咬 你知不知道 到最后他们都没有回我们的教会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原来整个信仰都是给他 还有谁给他 是我给他 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来你有传统和理智一部分 但你真正的信仰有没有寻找过呢 你对身边神所给你一次又一次的同在 你有没有做出细微的调节和改变 比如说实际的例子 现在我看另一件事 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就是他将我这句话 有没有执行 有 到现在你记得 为什么他挖起得这么快 他有密集和细致的改变 这个就是他的灵修 但他的灵修除了是我给他的真理之外 就是他对一个受高者应有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在这当中 他慢慢学习一样 鸭三龙也不懂一样 就是他知道他的事奉和他的成长 是他爸爸的一部分 因为神给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那个计划当中有他爸爸在 但是这个计划当中 神不是说精神分裂 那么他突然间又接受这个 突然间接受那个 鸭三龙就这样以为了 他以为神曾经高过大胃 现在在我那里 明白吗 他不是精神失常 但是他又应该做这样的事 是因为每个人 很多时候他没有这个 在属灵里面密集 细致的改变 即是滚水煮青蛙 他一直都保持着这个 对他爸爸的不諒解 保持着这份他的自尊 甚至当他成长的时候 这个阻隔更加给他那种私欲 和他想尊荣自己 和想得权力的态度 可以说垄断了 到最后他和他爸爸 根本是细成碎火 我们亲眼再见 但是 圣殿其实不是由鸭三龙起来 当然 哪个戏 是沙龙 你看到沙龙一生 大胃死之前 他对他爸爸的态度是如何 看一看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受好者 除了他知道他爸爸是皇帝之外 你有没有看到 沙龙写的很多书卷 说到他爸爸的时候 他不是说权力斗争 他不是说政治 他说他爸爸为人处世教的 他说他爸爸属灵方面的 所以沙龙写 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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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复述他爸爸 他妈妈教他的 他看 他自己 是神给他爸爸的大型计划 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 你会看到 他亦甘心乐意 就起了这个圣殿 是神给他爸爸 不是给他 他就起了这个圣殿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到在慈恩身上 就有这个圣殿 所以他反而成了很多老羊 甚至是全职 或认识过几十年的人 一个榜样 就是他又不断的调节 大家亲眼看见 短短短短时间当中 你会看到神在他身上 恩高 还有才能 真的没有办法解说 还有看到神为他预备安排的位置 也没有办法解说 真的只能够解说就是 神给他带领 而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 他的态度 对信仰的那种认真 越来越像我的 大家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他的选择 而平泽的选择 不是一下过 诗篇150篇第六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我话 你们要赞美我话 唤我男人 或有提计分岸 常见坏月 是我前落明天 单初情深 后起极主作人 愿我越过路云 再尝尝优名额奥 曾经一个 曾经经乱闻 愿飞在浮沉 愿开心 愿照万年 在我身 留下足印 成终我路 终于等苦变筋 似意听我生命爱人 六年顺日 学手贴自送 与跟随 主足印 成终月亮 终签纱意与痛 成一首 成终我路 扬意听我 愿报答 成恩的福音 愿飞 赤紫心 终于不论